所以我们直接进简报好了 那就请各位点简报16比9 1920×1080 这个是HD解析度 好请各位就先点进来 好我们的研习不需要签到 有需要研习时数的老师 请你打电话去找副员国小 诸校长 那个研习是他那边负责的 好那么他就会开一个新的页面 新的页面 那我们在 在首页 你的首页的上面 上面第一排 这边就会有个简报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往右边找 还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教育简报这也可以 所以你找到简报或者教育简报都可以 16比9 那各位就会进来那个编辑页面 编辑页面 那编辑页面呢 右边是你的编辑的主画面 那左边是他的一些素材的选项 那如果你在编辑的时候觉得画面太小 这右下角有一个比例 你可以把它拉近拉远 那这个左边的这个素材页是可以收起来的 这边是可以收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嫌太小 你可以先把素材页先收起来 然后这边有分类 功能的分类 所以你要再点出来那些素材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一下范本 元素这些东西 他就会帮你做切换 他的使用方式其实蛮直觉 就是你想要什么类的 哪一类的版 或者哪一类的元素素材 你就直接 就直接在左边这边做搜寻 左边这边做搜寻 你用关键字中文英文都可以 用类似的关键字也可以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这一个 这个要做那个简报影片的 那个头的那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那个YouTube 你发现各位看一下 别人的YouTube的影片的 的那个首页 有没有发现都是 很大的字 很清楚的说了 就看这个字就知道说 这个影片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在做什么的 然后会有那个 可能会有YouTube的图像之类的 或者就是 就是很夸张 那个就像那个广告 好外好外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一类的 做这一类的影片的那个封面的时候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你怎么样吸引人家来看你的东西 所以你这一页就要吸引人 那所以就会有这种图大自大 那个特征特写明显的 这种这种长相 或这种很干净 但是这个就感觉比较没那么吸引人 对不对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视觉要吸引人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你可以直接搜寻 在版本的部分 你就可以在版本部分这边 假设我没什么概念 那我直接写YouTube 你就直接打YouTube的范本 YouTube 这是范本的范本类里面 直接搜寻YouTube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YouTube的范本 你就稍微看一下 然后他的游标可以 卷轴可以往下拉 拉到最底的时候呢 你就等他一下 他会再从网路再抓一些过来 所以你的东西会 有很多可以参考 那 如果你是那个免费版 你不是EDU版的 你的东西就会比较少 因为他会根据他的授权 会出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的会出现 那个要费用的符号 在他的右下角 如果这个东西需要费用 那他就会在上面显示 所以一般来讲是都老师的权限是 几乎大部分都不用 所以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版 找一个你喜欢的版 比如说这一个 你就选你喜欢的版 那因为他这个是因为你刚进来这个是简报嘛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一个简报的版 简报的版 那所以你点进去呢里面会有他简报的那一页的长相 那你就是可以当参考 可以当参考 那或者是你直接打封面 我也没找过 没这样找过 好你打封面也可以 就是你尽其所能的用你想有可能会找到的那种关键字 去做你的搜寻 这样是最好的 所以有时候关键字这个不行 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你就换一个关键字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关键字好像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好那所以你就找一个你可以接受的 就当做那个 所以通常要图大一点字大一点 好像这个应该也不错了 这个也可以 好那你就选好你要的版 选好你要的版直接按直接把它拉过来放掉 好拉进去放掉就好了 好这边的都是可以用的版 版权都是可以公播的 好那个CANVA里面的东西都是已经有授权过的 好所以可以做公播可以商业使用 好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没有问题 各位选好一个版 请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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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你想要的那个我们现在只做一页 那这一页就是要拿来当那个YouTube影片的页 你的影片的页手 对陈老师说CANVA里面只要能够搜寻得到的都可以尽情使用 好他都已经授权过的好你自己可以用你也可以公播好也可以这个商业使用都可以好 好因为你如果是缴费的用户 那你的那个缴费的内容就已经内涵那些授权的授权的费用 那如果你是教师的费用 那个CANVA就帮你出了 所以你是免费的那些也是不用钱的 所以你就放心的用了 这些都是经过他们就是设计师 设计师们就是授权到CANVA里面的 所以他们CANVA也付过费了 所以你都不用担心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输出的时候不会在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人都可以删掉可以换掉 这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拿他的板来套而已 我们只是拿他的板来套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板 你可以换别的板 没有问题 请你自己挑一个你等一下来来做练习的板 那么挑好之后 我们稍微讲一下右边 右边呢 右边大概只有几个按钮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只一页 如果你在这个档案里面 你要放很多页 这下面就可以新增页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新增页面 他就会增加一页 那增加一页 他的板会跟着前面的 的那个板的底去做增加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要用这一页来当做基础 去复制一页多一页 然后你在直接在上面修改的话 这上面直接有一个叫做复制页面 你可以点这个复制页面 他会直接变成多一页一模一样的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把图换掉字换掉 这样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那个风格就会一样 然后上面的垃圾桶当然就是把它删除了 就是把它删除 那这边也可以加新页 跟下面那个功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锁定就是不再 不再修改那个版型 不再修改版型 但是我比较少用 好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控制你的页面 所以他其实看起来跟那个 PVT简报 使用上的感觉是很像的 是很像的 好 再来 既然我们要拿来当那个YouTube的 那个影片的封面页 那所以我就是要换成我自己的图片 我自己的图片 然后 这边就是换成我自己制的内容 好 那么所以接下来你要找的就是图片 对不对 好图片 那你可以从里面找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图片 如果你要从里面找 如果你要从Canva里面找的话 我们在元素这边 他就是那个东西叫做物件 他这边叫做元素 在元素里面 你可以直接去找内建的照片 内建的照片 然后这里有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指你 他里面的还有你上传的都可以 都可以的 都可以 所以我们先在元素里面找找看 假设我今天是 是教电脑的 那我就找那个电脑的 这边就会有一堆电脑的图片 然后他帮你做了简单的分类 所以我如果是要找照片形式的 那我就用图像 图像 照片 照片 我就用照片类的 他就会帮你翻出来都是照片类的 照片类的 那所以你就挑一个你喜欢的 挑一个你喜欢的 把他直接拉过来 放掉 他的这个图片就换掉了 然后版是不会动的 所以你就挑你喜欢的 放进来 他就直接换掉 所以他就根据他原来的版 直接换你的图片 所以你可以慢慢挑 慢慢挑 挑你觉得最能够代表 你这个影片要讲的内容的 你就把它放进去 你放进去之后 放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有时候放进去因为他的版面设计的关系 长的圆的扁的 有时候你放进去的图 会被裁掉对不对 不用紧张 这个是可以改位置的 假设我要他的头出现 所以我就在这个照片的版里面 我就点两下 点两下他会出现这个圆点 这个长条点 这是可以改这个版的大小 可以改版的大小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版 你想稍微修改一下 是可以改的 那如果快点两下呢 快点两下 你会看到你的原始图片 在这个遮罩里面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做移动 我就把它移下来一点 我不要我的头被切拌 对不对 这样子 然后好了之后呢 外面点一下 他就可以移位置 所以你的 他的那个版是可以修改的 然后你的版里面的照片 是可以移动位置 可以移动位置 没有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修改你的内容 让他觉得再做一点微小的修改 让他让你就是刚好到你想要的 那个内容这样子 好 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那个版型的问题 版型不喜欢就换掉就好了 然后照片不喜欢就换掉就好 他都帮你做好设计的 这个都是这种视觉的设计 都是经过设计师处理过的 所以绝对比你自己设计的要美观多了 好 那老师好 请说 可是如果我不小心 delete掉 我怎么回复那个那张照片 上面有一个复原的按钮 复原按钮在哪 左上角 这里 看到了谢谢 回到上一步 电脑一定会有回到上一步的按钮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用电脑 所以 那个 玩新的软体 第一步要先找一下他的回到上一步在哪里 以免你不小心做错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那大部分 那个老师有在讯息列有帮忙回答 大部分的软体回到上一步的按钮都是Ctrl Z 那个快捷键 大部分的软体 尤其是会图类的 回到上一步都是Ctrl Z 所以你大概有这个习惯的话你去到什么软体 你就可以试试看 通常Ctrl Z就是回到上一步 这个是有一些通用的一些用法 所以如果你都晓得这些通用的用法的话 你学软体什么都会很快 好因为这是习惯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从 你也可以从左下 左边这个有一个照片这边 你也可以直接点照片 那直接点照片 你就可以去搜寻你想要的照片 比如说学习 你用关键字去搜寻 这边就会找到这种长得像在学习的照片 所以其实蛮好找的 那如果你发现中文 其实它的那个翻译的功能算蛮好的 所以但是你还是还是可以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你的中文 它找出来的比较不精准 你还是可以用英文 那英文可以找到的应该还是比较多 比较多 会比较精准一点 不过我觉得其实都很够用 中文英文找都可以 所以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找一些 它内定的可以用的照片 那至于你自己的照片 你自己的照片 如果你要用的时候 是这样子在这个上传这边 就收到深入比较到这个下传终了 如果需要用你 那你应该也想用实际上 给它理解 导致